大家好,欢迎来到亚尼音乐课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一首 非常具有地方浓郁色彩的民族歌曲 《画为什么这样红》 这首歌曲是词曲作者雷振邦先生 根据一首古老的塔吉克族的民间歌曲 鼓励碧塔而改编成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 这首塔吉克族的民间歌曲主要讲述的是 有一位塔吉克族的为商人赶脚的青年 爱上了卡布尔城的一位公主 但遭到了极力的反对 于是这一个青年呢 就顺着古丝绸之路开始流浪 歌声传遍了他所经过的所有的地方 最后传到了他的故乡 塔米尔高原 那么这一首歌曲画为什么这样红呢 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呢 这一个故事主要也讲述了 一个解放军冰房战士 从当地美丽姑娘的一段爱情故事 那么我们在唱画为什么这样红 这一首歌曲其实大家肯定都会 也比较熟悉这一首歌曲的旋律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更好地 把这种旋律以及语气 更好地来唱出来了 还需要我们来进行来学习和练习一下 下面呢就带大家 我们来唱一下他的简谱 大家来看 他的简谱里面有很多的装饰衣 上波音 还有一个声搜 声道 我们一定在唱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他的音准 我们在唱的时候要抒情深情地来演唱 首先我们来看他的简谱 音乐 我们这样唱下来 是不是感觉到旋律比较短 但是呢 如果我们自己在唱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也并不是很容易去唱 为什么 因为里面的这种装饰音 还是挺多的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带大家再来练一下 首先注意好气息 准备 走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有联系 按理说 我们应该进行呼吸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 声段气不段的感觉 咪 咪 软软咪 后面 好 好 那么高层就带大家我们又把这一个简谱 带大家又唱了一下 那么下面呢我们直接加入歌词 带大家来唱一下 那我们在唱歌咬字的时候啊 首先嘴巴把这一个字不要唱点 我儿为什么 虽然打片有旋律 但是呢我们这个字如果咬的不好的话 也会出现不好的一个声音 不悦耳的声音 好那么我们下面啊 我们就来开始 嘴巴一定要打开一点 然后位置往前 我们的位置往前往鼻腔里 来准备 我儿为它遮阳红 为什么遮阳红 我儿为它遮阳红的光 好像红的好像燃烧的火 它像遮着纯洁的友谊的爱情 好 这是第一段 很短 一定要把旋律的状态表现出来 后面也是 后面第二段 然后跟前面第一句的旋律 一样的第一段 而为什么这样线 为什么这样线 而线都是人 见得是人不若离去 它是有了青春的 绝意来交换来交换 下面我们就跟着弹筋版画 为什么这样线的伴奏 来演唱一下简弗的歌词 注意无旋律伴奏 谢谢大家线都是人不苹离的点 下边的写真是有了青春的歌 所以说你不苹离去的歌 在这儿的歌 cant 也是人不苹离去的歌 在这儿的歌手上线都是人不苹离去的歌 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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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注意语气注意旋律注意音调 啊 火兒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這樣 哎 紅的紅香 红灯好像燃烧的火 它想尝尝传继的友谊和爱情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把这一首歌曲跟着 这样一个无旋律的一个伴奏 带大家演唱了一下 其实这一首歌曲啊 我们听到的版本有很多 有通俗的 有民族的 甚至有美声的 那么我们在唱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 如果是我们想要用美声的 用找全通道的感觉 那我们一定要去找 无通道 而且一定要保持好足够亮的气息 那么如果呢 我们想用偏通俗一点的 那就让我们的声音里面打开 往硬额 往门牙上去走 然后去找悄悄话的感觉 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 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 往前面去走 那如果是我们想要去找 那个声音的高位置啊 那我们一定要让声音明亮啊 以民族的感觉去走 以民族的感觉去走 吸上去打开 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 好 不管是我们用任何一种方式去演唱 一定要保持声音的一个统一性啊 那么这一首歌曲呢 我认为我理解的是 我们应该然后让我们的声音自然的通过鼻腔往外去走一下啊 就像我们自然说话一样 通过我们的鼻腔加上气息 然后找到前面位置的一个点 像抛无线一样从前面出去 那这样我们在唱的时候呢 就比较自然 然后就比较流畅 那么所有技巧的这些前提 一定要把它的节奏 把它的音准 然后给唱好 好 那么今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点赞 关注 转发 评论 想要了解更多系统课程 请联系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